香港回归前新兼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副总理前其心 说愿意与民主派人士沟通 一起重温96年的报道 民主党主席李柱明说 中方是明确要求加入推选委员会要里行两个职责 除了选举行政长官之外 还要推选临时立法会 而民主党一向反对临时立法会 所以是不可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这样是不是放弃和中方改善关系的机会 以及牵缺政治智慧 李柱明有这样的回应 我们就已经可以说向现实所谓现实低头 放弃原则 那么我们这个党是没有了 没有用了已经 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自杀 不过民主党强调 钱其心这次邀请民主派和中方沟通 是出于善意 也都不是要局限民主党 只是加入推选委员会 所以民主党迟些会发信给钱其心 希望尽快和他在北京见面 商讨香港问题 在北京的国际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